5月31日,据公开资料显示,著名导演张艺谋已于近日正式起诉张伟平、张晶。 据悉,涉及暗游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,涉及公司是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。 张艺谋起诉张伟平案,预计将在2021年9月7日开庭。 资料显示张伟平是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的董事长、电影制片人以及监制。 张艺谋、张伟平这二位的作品广为人知,他们也因为解密的关系而被称为黄金搭档。 值得注意的是,2016年张艺谋曾诉张伟平及其公司新画面公司拖欠三枪判案惊奇、分葬款及其他导演费报仇。 法院二审后判决新画面影业给付张艺谋影片三枪判案惊奇,分成款246.36万元。 而之后张伟平为在指定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,被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。 曾经的黄金搭档如今对不公堂,你怎么看?